没怎么了解过这个概念 我不清楚 进食障碍好像没有听说过 应该就是很讨厌吃东西吧 不是很清楚 进食障碍我没有听说过 像我的同学他们都是为了身材 保持身材 然后可能会吃得很少 或者是吃完之后再进行催吐等等等等 那你觉得进食障碍有什么治愈的方法吗 这个我还没有太关注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办法吧 总之好好吃饭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好好吃饭 我是Ivy 我是一名美国在读高中生 刚刚我在上海市中心采访了23位路人 其中有两位就是不到10%的人 对进食障碍有些许的了解 但你知道吗 根据数据统计 在全球范围内有7000万人患有进食障碍 而中国早在2017年就有200万人患有进食障碍 而这个数字正在逐年增加 进食障碍指以进食行为异常 对食物及体重和体型的过分关注 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疾病 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 神经性贪食 暴食症等 这个夏天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 我有幸结识了以下三位 正在经历或曾经经历过 进食障碍的女性 让我们从她们的故事 走进进食障碍 晚平南路600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部 一号楼四层 禁食障碍整治中心 2019年我就存在这里实习 此后我听说了患者惠惠的故事 也幸运地邀请到了她 成为第一个同意拍摄 并为禁食障碍群体发生的对象 同样的走廊 同一个行李箱 今天是惠惠第三次出院 哈喽姐夫我来了 工作当中就是可能 一下子失败了呀 然后还有就是 谈那个对象也谈崩了 就是双重的打击下 就感觉人生就是很失败 然后就开始 什么都掌控不了 就想着掌控自己的体重 就是自己越瘦的话 对那个数字越少 然后就越满足 然后就极度的这种疯狂 最瘦瘦了三四八斤 然后就躺在床上 头也不能动 然后手也不能动 我就是非要非要受死 死了那就死了吧 我就是那种固执 那种执念 2019年 惠惠被确诊患有禁食障碍 面对生活各方面的失控 惠惠试图通过控制自己的体重 来重拾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而这也是禁食障碍常见的诱因之一 之后的四年 她在厌食和豹食两个极端平凡切换 惠惠说 希望这次是她最后一次因为禁食障碍住院 先把包放进来 惠惠的大箱子里有一件特别的T恤 让她格外珍惜 出院给惠惠带来的喜悦易于言表 而对于禁食障碍痊愈这个话题 更有发言权的 是在一年前被评估为完全康复 已然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承诺 我当时是差不多初三的时候 我的病开始变得最严重 一个是面临中考的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就转嫁到了减肥身上 睡觉睡不着 每天都非常焦虑 所以当时是我是174的身高 瘦到了差不多70斤 承诺是我的第二名采访对象 也是青少年罹患禁食障碍的一个代表 不可否认 当代青少年在享有更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同时 也承受着来自学业 原生家庭 同学关系等方方面面更多的压力 早熟却又不幸成熟的心智和自控力 让青少年也成了近视障碍重要的患者组成群体 值得庆幸的是 虽然近视障碍是一个病程较长的精神疾病 但是它有着高达45%到75%的治愈率 对于近视障碍 人们往往持着两种极端的态度 认为那无非就是饭吃的多或少的矫情 亦或把近视障碍患者过度央默化 对于异地患者而言 也许人们能给他们最简单的善意 就是从理解开始 这一点我感同身受 几年前我也有过近视障碍的困扰 从小到大 我都算是在我的同龄人中体重较高的 因此进入青春期后 我就开始刻意地控制饮食 直到五年前的暑假 那时流行起来的点外卖 对于本就偏爱甜食的我而言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份份甜品 让我在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快乐的同时 也让我很有负罪感 于是我开始尝试通过催吐 来减轻食物给我的身体和精神 带来的负担 当我意识到自己沉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时 我上网查了一下 一条条医学警告 才是我清醒地意识到 这种行为是一种心理和身体的疾病 也就是神经性贪食症 其他的这些精神障碍 比如说抑郁症啊 焦虑症啊 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 还是有有效的药物治疗的 所以呢 这个一点上呢 比这个精神科的其他的一些 一些疾病啊 我们觉得要难治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呢 就是焦虑症啊 抑郁症啊 或者强迫症啊等等 它们一般不会导致 躯体的 这个严重的损害 那么像厌食症的话 它因为涉及到营养不良 这个营养不良呢 又会导致全身各个器官系统的并发症 所以呢 就会导致它的躯体的问题 那么躯体的问题 那么严重的话 甚至会导致全身多器官的衰竭 甚至死亡 所以厌食症它的死亡率 是在我们所有的精神障碍当中 死亡率最高的 陈主任说 近视障碍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新生疾病 因此它的治疗需要联合多个学科 进行共同诊治 比如营养科 内科 儿科 妇科 甚至心内科 陈主任提到 目前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障碍 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疗法 是基于家庭的治疗 Family Based Therapy FBT 而东方文化里 家庭的紧密性和凝聚力 使得家庭干预在中国特别适合 父母能在孩子的结婚前 能够保持相对紧密的这种关系 这个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地方 得益于父母的关心和帮助 我的情况没有进一步恶化 再后来 因为这段经历 我开始关注起了近视障碍 中学期间 我设计过和近视障碍相关的网站 而当初在上海亲卫中心实习时 每天跟着医生们查房 研究一个个病例 我见证着每个患者身上发生的故事 也体会着他们最真实的痛苦 今年6月 我在华盛顿2023国际饮食失调大会上 担任志愿者 在为大会服务的同时 我也有幸对近视障碍领域的 国际顶尖专家进行了采访 我了解到中美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科学标准下 对于近视障碍的治疗方案的一同 一种最重要的问题 我的科学计问是 是让患者身上自身体的自身体 把刺客的避免 和既阅脏的处理 和身体的平胶 因为这些患者身体 使得病了 纪或10年 都感觉他们对争自己的身体 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患者 所以我能给我的患者 更多感兴趣、安全的选择 更多我能提供他们 我会说 你经常听到船 我会在你的船上的风 更好 因为每个人都得选择自己的身体 除了专家们在为近视障碍做出努力 以本篇受访者为代表的患者们 已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宣传近视障碍 向其他患者传递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有小红书 然后我每天会在那边发一发 然后也有很多人他们会看到 就知道有这个病 这个病在哪里可以治 他们不用一个人在家里去忍受这些痛苦 他们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要看自己 要做自己 要爱自己 我觉得我在这边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在这里学会了去悦纳自己 就是自己开心一点 因为我觉得病痛中的人是非常需要 被理解的 我希望我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让他们能感受到 我是理解你们的 你们不是孤独的 你们也不是一个坏孩子 你们只是病了 除了医院的公益组织以外 也有一些社会性公益组织 在为近视障碍积极发生 例如本片的第三位受访者 晚清曾经也有过近视障碍困扰的她 如今是公众号E.D.Healer的主创成员 我们目前是做一些范科普类的 然后也会涉及一些比如说艺术疗愈 然后包括积极和患者 或者说亲历者的一些沟通 我们主要面对的人群呢 其实是年轻的女孩子吧 那年轻的女孩子其实也是 近视障碍非常高发的 这样一个高危人群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他们能够接受喜欢的方式 来科普近视障碍 随着纪录片的拍摄 近视障碍对我来说 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科学定义 而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文标签 无论是曾经徘徊在生死线上的惠惠 还是20年如一日 为近视障碍奔忙的陈主任 或是已经找到人生新起点的承诺 抑或让工艺变得更触手可及的晚清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束光 尽管对近视障碍的预防和治疗 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且仍有很多患者正在承受着身心痛苦 再请记得那句话 万物皆有裂痕 那恰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好好吃饭 用光点亮自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